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今天在我身邊的是艾艾 嗨大家好 你們記得一句話 美眉通心臟嗎 好基本上一半是出自於這個人 弟弟通書上是你講的 弟弟通書上是我講的 美眉通心臟是你說的 因為這是事實啊 我拍的影片 你自己也是坤甫員 我拍的影片我講的東西 是不是其實都是事實 是事實 對啊完全沒有就是造假 都是真實的事件 對都是真實的事件 然後都是他們來跟我講的事件 真實的事件然後從別人那邊搜刮來 有啊有些是我自己碰到的好不好 好今天我們主題是什麼呢 因為我跟他去吃飯的時候 想到一個非常離奇的故事 那這個主題呢其實也要叫大家 在開心之餘一定要多多小心 因為像我個人就是沒有辦法 跟人家有短暫的浪漫的人 開心 我是不是講的很委婉 就我個人 也還好 就我個人是沒有辦法 有短暫浪漫的人 因為我個人有嚴重的潔癖性質 那當然我希望我不要有這種性質 才可以enjoy life 可是我就沒辦法 但潔癖也是個好事啦 可以保護自己 也對啦 所以呢在這個故事開始前 你們大家 尤其是女生們 不管男生女生都好啦 男生女生們都要知道說 要如何保護自己好嗎 好那我們要開始了 之前呢 我這個故事已經有一點點久了 但是我們剛剛去吃飯的時候 又聊到這個故事 然後我想說 欸這個故事我拼湊不起來 他就說 就這個故事是他跟我說的 就由當事者 來跟你們說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這故事呢 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以為是一個鬼故事 我個人聽到的時候 我也以為是個鬼故事 可是聽完也蠻像鬼故事的啊 我還認真的問了跟我講這個事件的人 我問他說 請問這是個鬼故事嗎 然後 沒有我想我問的更誇張 我還問說請問那是個鬼嗎 但 well anyway 現在我們接下來講的故事 就是 有一點驚悚 所以呢 如果你們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趕快就是把它關掉 或者是 關靜音 然後看我們的視頻就好了 畢竟影片還是要看下去的好不好 就跟鬼片就是關掉音效是一樣的道理 對 不要沒有那麼害怕 好 ok 這個故事就是說呢 有一個組員 就是在飛到外站的時候 就是飛去紐約 所以他就很開心的就是在紐約玩耍 然後他就決定去夜店 然後就在夜店認識了一個男人 那男人就想要帶他回家 那男人就說 oh why don't you come to my place and happy happy and 是怎樣的 那是泰國人 and happy happy 我又不是要簡略一點嗎 就是這女生好險也有一點機靈 他說 我不要跟你回家 不然你來我的飯店 其實這也是個聰明的方法 我也不是教大家這樣做啦 就只是這女生保護自己一個方法 因為如果來飯店 其實飯店都有 監視器 有CCTV 其實如果真的發了什麼事情 是可以找到這個人 ok 這次題外話 所以他們就回飯店 就是 翻雲覆雲 好開心 好開心 然後呢 我都不開心 沒有你的事 好走開 然後呢 開心完了之後 當然他就是要上班 就是回香港 然後在operate 回香港的飛機上的時候 他的嘴巴裡面 就開始找東西了 對對對 我聽過 就嘴巴裡面開始講東西了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一定是有什麼病啊 或者什麼東西 就是大家想說怎麼回事 因為他開始就 整個就是開始爛掉 然後就是整個 就是沒有辦法工作 回到香港 就趕快去看醫生 那醫生就是 就問他說 到底怎麼回事啊 他剛開始也沒有 就是很 因為他覺得 個人私事 也沒有必要把個人的 就是 happy的事情 跟人家說 結果沒想到 整個公司都知道了 對 然後重點就是 他想說這個跟應該也沒關係 所以他也沒有講到happy的事情 就後來醫生就把他 採集 裡面的東西 對 就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跟我講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你嘴巴裡面的病菌 是活人身上 這個超鬼故事的好棒喔 這時候你聽完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我那時候認真的問了 我跟我講的人說 所以他跟鬼上床嗎 對啊 他 就是他嘴巴裡面爛掉的東西 是活人身上 沒有的病菌 所以這有幾個可能 就是他跟鬼上床 我當時就這樣覺得 蛤 這到底是鬼故事 還是不是鬼故事啊 結果我 當然我問這個人說 OMG他是跟鬼開心嗎 他說 不是鬼 其實就是 他嘴巴裡面的病毒 是因為那個男的 他有個癖好 是 奸屍 太可怕了 這個是不是有上新聞 這個有上新聞 為什麼我不知道呢 我記得了 因為我個人 有去Google 你現在大家是不是等一下就會 狂Google這個新聞 因為我當時就是 這個新聞我也問了一些人 就他們說 在紐約州 就是在那個 Long Island那邊 那邊有個Barn 就是有個股倉那邊 就是 其實那個人 就是一個殺人犯 你說跟他開心的 真的就是一個殺人犯 對 OMG 他專門找單身的女子 工作的女子 工作女子 工作女子 工作的女子 工作的女子 然後還有 Long Traveller 就是一個人旅行的那種 然後就找他們下手 尤其是在夜店 然後就會帶他們回到他的家 然後就 殺了他們 殺了他們之後呢 就監獅他們 然後他還不會把屍體丟掉 他會把屍體冰起來 然後他就隔一段時間 會把屍體拿出來 就是 脆冰 然後繼續 監獅 所以他 妳的意思是監獅是什麼意思 你說 監來吃嗎 嗯 沒有就是跟屍體 happy 喔真的有這個新聞 因為我記得好像有這個新聞 但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有五年了嗎 喔很久了 五六年了 很久了 因為這個新聞是我剛進公司的時候 聽到的 所以我才一直很單純的覺得 他是個鬼故事 嗯 我現在聽完我真的不知道該開心 他是個鬼故事還是 就是 我的心情有一點點複雜 而且我當時聽完說 整個身體積極皮疙瘩 重點就是 因為什麼沒有被傳染到其他地方 嗯 是因為當然就是 因為 彼此不認識 那開心大家保護自己 是幹嘛 就是一定要有 小套套 喔就有穿雨衣就對了 對 就是要穿雨衣 然後才能保護自己嘛 大家也都知道 有穿雨衣 所以他下面沒有問題 OK 對 那但是你在做 其他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其他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因為你那方面就不用帶到雨衣 那所以病菌就到這把裡面 好 那這個故事呢 我在這邊 阿菜要真的慎重的跟大家說 不管你們選擇怎麼樣的生活 這就是你們的選擇你們的生活 當然我們也沒辦法說哪個是對 哪個是錯 但是記得一定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尤其是現在在看我頻道的女生 那你們可能年紀比較小一點的話 一定要記得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知道嗎 對就是尤其是 如果是不認識的人 陌生人的話 就是還是自己要多注意一點 因為其實好險的是這個女生 沒有跟她回家 真的耶 天啊等一下 我的頻道第一次這麼沉重 Oh my god 因為各位要想喔 如果她沒有想這麼多 她跟她回家 她今天就不在這個世界上囉 那好險她今天只是嘴巴有長病菌 後來做治療之後就好了 然後大家 就是自己 如果要去別人家的話 也要慎重小心好不好 嗯 就是女生還是要自己多注意啦 聽完這個故事我覺得 要喝一杯 喝水水水 來來來來 Cheers Cheers 好啦今天我們的故事就講到這邊了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打開小鈴鐺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Follow我Facebook還有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嗨 嗨 我覺得她們會做噩夢 妳覺得她們現在看完之後會做噩夢嗎 對 可能會有人來投訴妳 喂 幹嘛投訴我 我現在是很認真的 把這故事跟人家講 幹嘛要講鬼故事給大家 他們一直說要拍桌子說 我要聽鬼故事 我要聽鬼故事 欸 除了就是有點鬼 還參與了有一種 欸真的很可怕欸 所以我覺得肯定會有一些女孩 就是 會嚇到是不是 做噩夢 對 她們如果之後要心理諮詢 妳要幫她們 沒有啊 會不會她們以後就是 可能要跟人家開心的時候 就會想到我 然後就說 欸我堅決不開心 然後我就被其他男生就是罵死 也有可能 但是 這也不是一個保護自己的方法啊 總之就是 跟陌生人說要小心啊 好 算了算了再喝一杯好了 再喝一杯好了 再喝一杯好了 我 有沒有很精彩 喔我不行了